大家好,我是梅姿 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解决一下 这个你的Live2D物件 直接导入物件资料夹之后 档案动画没有运作的问题 那这个是在某一个白本之后的V2Studio 发生的就是 他没有办法直接预测你的动画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 是把你的动画导入成角色模型 不管是什么都一样 不管是什么 只要女的动画不会动 就麻烦你做这个动作 把你要的资料夹丢进来 那我这个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取代掉它 好,确定好之后 我们把角色叫出来 来,这个是我们的这次的主角 我们确认一下动画都没有问题 好,确认动画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把它导入成Live2D物件 那导入成Live2D物件之后呢 你要记得选起第二个选项 Use Normal Hotkeys Triggers 不管是用中文或英文 我们现在是用英文的画面 所以如果有任何英文系的朋友 你也可以给他这个影片 那直接告诉他影片里面怎么做的 好,那我们直接选上这个 你的预设的这个物件的热键 才会导到你的Live2D的物件上面 因为他不吃嘛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Avatar的方式 把它从角色变成Item 那存档之后 这一个是问你说 你要不要帮你的东西做变色 那如果不需要的话 你就直接跳过它 那我们再来确认一次动画 好,这一个是我们的物件 好,这一个是我们的物件 我们先把物件缩小 我们来确认一下 好,那这样子我们的动画 是有在正常运行的 这样子就OK咯 好,那这样子就好